下一個要教的東西叫做氫氧化鈣 氫氧化鈣 有個叫氧化鈣 氧化鈣的白色固體俗稱叫做石灰或生石灰 溶餘水叫熟石灰或蕭石灰 就是氫氧化鈣 現在烤卷上已經很少會烤會出現熟米 但這個是會出現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什麼東西叫做石灰、生石灰 什麼東西叫做熟石灰 氧化鈣叫做石灰 氫氧化鈣叫做熟石灰 熟石灰它溶與水形成的 氧化鈣溶與水會形成它 然後氫氧化鈣也是白色固體 水溫就是石灰水 石灰水有用途我們前面教過 等一下要問你 然後是工業上便宜易得的鹼 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便宜易得 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便宜易得 OK 水溶溶石灰水 好 就是這樣子便宜易得 你只要把碳酸鈣拿來加熱 誰是碳酸鈣 貝殼是碳酸鈣 大理鹽碳酸鈣 石灰鹽酸鈣 方鹼酸鈣 你很容易就拿得到這些東西 然後拿來加熱 就得到氧化鈣 就是我們下面的第一個方程式 得到了氧化鈣 然後就把它通入水中 就得到我的氫氧化鈣 第二個方程氫氧化鈣 所以剛才告訴你 氫氧化鈣是一個便宜易得的鹼 因為你很容易就有些原料 拿來加熱一下 通到水中 所以我們就得到它了 所以它是一個便宜易得的鹼 所以這兩個方程式 一個是碳酸鈣加熱 一個是把氧化鈣 通入水中 碳酸鈣加熱 可以得到氧化鈣 氧化鈣通過水中 就得到我的氫氧化鈣 所以氫氧化鈣是一個便宜易得的鹼 這是我們前面問過的話 交過的事情 澄清水水 是可以來檢驗什麼東西的 澄清水水是可以用來檢驗什麼東西的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三二 三十二 澄清什麼 澄清水水是用來檢驗二氧化碳的 然後 如果把二氧化碳 通入澄清水水中 會得到什麼 現象是什麼東西 產生是問現象 產生是問現象 你只要告訴我什麼現象 什麼狀況就可以了 來 來小女生 什麼現象 九號 九號 產生什麼現象 一共這樣 沉澱什麼顏色 白色 產生白色沉澱白色混濁 請問你那個白色沉澱白色混濁 是什麼東西 中文學名或者是化學士 白色沉澱白色混濁 是什麼東西 中文學名或者是化學士 二六 二十六 帥哥二六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碳酸鈣 中文學名叫碳酸鈣化學士 叫CACO3 下面給你寫的方程式 氫氧化鈣加氧化碳 產生碳酸鈣沉澱 還有水 這重點 這是以前就教過的 以前教過 現在再問一遍 因為現在在教氫氧化鈣 石灰水 石灰水 再問一遍 OK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我們以前就學過了 再背好一次 OK 然後呢 現在幫你整理一下 有個東西俗稱叫做石灰或生石灰氧化鈣 怎麼讓生的變熟呢 加水就熟了 加水就熟了 就叫做熟石灰 或者是石灰水 什麼成分 氫氧化鈣 氫氧化鈣 氫氧化鈣叫做石灰水 石灰水 用的叫做檢驗二氧化碳 通入二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這個成分叫做碳酸鈣 它開的俗名叫做灰石 或者是石灰石 我再說一次 現在烤券上很少再出現熟名 烤熟名之類的 但是這個是會出現會烤的 你要給我搞清楚誰叫做石灰 誰叫做灰石 要把它弄清楚 俗稱要記好 碳酸鈣有兩個反應重要 一個反應叫做加熱 碳酸鈣加熱產生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然後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就循環就回來了 氧化鈣通入水中清氧化鈣 二氧化鈣 碳酸鈣成變 它就回來了 然後呢 再一個就是要加酸 以前在講二氧化碳 知道就講過了 碳酸鈣加西鹽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有兩個重要的方程式 有關於碳酸鈣的兩個重要方程式 請你記好 用這個情況來告訴你 俗名跟化學是怎麼配在一起的 什麼東西的俗名是什麼 第二個 把它這個一系列的反應整理給你看 把一切反應給你看 氧化鈣通入水中得到清氧化鈣便宜易得的鹼 死灰水加入二氧化鈣成變 碳酸鈣成變 碳酸鈣有兩個重要的反應 把我們的系列反應告訴你 寫兩個重要方程式告訴你 希望你能夠把它記清楚 這個圖表未來還要再出現一次 這個圖表未來還要再出現一次 問你誰叫做灰石 誰叫做石灰 中間的一系列反應是怎麼反應的 希望你能夠了解 知道 就是跟各位講 石灰灰石整個變化的一個整理 那麼有一個檳榔 檳榔呢 果開裡面會加上石灰 還有加老花的基本配備 然後還有不同的配方 然後有些吃檳榔 吃檳榔是一個不好的 這裡更你講的事情是說 改變酸鹼質 因為化學物質的作用容易得口將來 另外就是它的纖維很粗 所以會磨死你的牙齒 會磨死你的牙齒 牙齒會爛光 爛光爛掉 然後另外呢 檳榔樹本身是淺根植物 抓不出土 把山坡地毯掉 種檳榔樹 有經濟價值 但是叫水乳保持不佳 會有容易出現別的問題 所以檳榔其實問題多多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提到了石灰 先跟你講一下檳榔 告訴你吃檳榔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你的牙齒會爛光 你會容易得到口腔癌 你會容易得到口腔癌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氫氧化鈣的部分 剛才那個儀系列的變化 跟幾個俗名請你把它記好 OK